这个意大利算不算是移民国家啊 因为之前一直在说 都是一直在宣传意大利留学 因为这个马可波罗计划 图兰朵计划 现在也有这个公派的留学生 就是读博士的出来 也包括读语言的 也包括报私立的 有的学生现在就已经留在意大利了 当然了 他是用这个工作拘留嘛 或者是满五年转长期拘留 每年呢 意大利内政部 会下发一个名单 就是有一些国家 是可以直接从国内申请工作签证 来到意大利的 就是没在名单上的 你只能以先留学的名义来到意大利 比如咱中国 港澳台这些都是如此 你呢 以学习为目的来到意大利 在你取得第一次的学生拘留 每年的四五月份 或者是三四月份不一样 有的还有一月份 有的十月份 会下发一个名单 名额 这个名额呢 就是你在读的学生拘留 可以转成工作拘留 只要你找到雇主 给你报税 报工就可以 而且呢 你所学的这个专业和你工作性质 是不相关的 它不像那个英美澳加呀 这些就是你所学的这个专业和你工作 必须还得相关 还得有这个证明 这个意大利没有 所以意大利它是不是移民国家 它是移民国家 它对一些比如孟加拉 巴基斯坦 这些国家 它就直接可以签证过来 就是签工的 就跟二十三十年前 那时候对咱国内也是一样 但是现在 在几年咱国家这个经济水平啊 经济能力啊比较强 所以说呢 它就以留学为主 但是呢 你想留在这 是可以留在这的 是因为它每年都有这个 内政部的名额 一般是四千 有时候还达到七千 不一样 根据它所需要的人数 所以说呢 其实你说 有的学生说 我不惜的留在意大利 那当然了 这有的就是回国嘛 发展啊 还有很多学生是留在意大利 在这边从事教育 从事这个贸易 相关的一些 跟它专业相关的一些 领域的一些工作 所以说呢 还都是人各有志嘛 然后呢 除了有 就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外 剩下的都一样 跟意大利 就是所有的公民的 这个权利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哦 对之前我还有博士嘛 有一个博士公派过来 他把他孩子也带过来了 就在这边上学 但是呢 他肯定也得回去 因为他属于公派的 他有协议的 他必须得回去 但是他想就把孩子带身边 这两年呢 一直让孩子在这边上学 把孩子留在身边 是最最正确的 这是最正确的 不要问为什么 这几天看视频 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对不对 是最正确的 就是最正确的 感谢观看